原本應該高棚滿座 笑聲不斷的居酒屋 因為疫情關係 卻變這模樣 我就看到這裡 就覺得那個場景有點切 感情就是你心意變成 就是在這裡覺得有的人 如果沒有人在團隊開港 就不然就沒了 等等 這裡是雲林斗六 三輪仔居酒屋 從過去天天客滿 到現在禁止內用 生意大受影響 老闆只好兼差 賣起便當 製作外帶的這樣 就也是方舟 不動也不行 像我們這種的算 居酒屋 食堂這種東西 就是大家都拿來量的 開港 對 稍微喝一杯 現在都沒有人要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只有 因為我也是最主要是烤的嘛 所以我就是用一些 那些 那些 扛牙的 那些 電動 餐的 出來的 算說都 跟有工作做這樣就好了啦 因為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完全都沒有做 我們那裡的東西也有 大家在家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出來工作做 生意好 肉也不管了 三輪仔在雲林湖尾開業超過十年 去年老闆才貸款四百多萬 加開抖六分店 沒想到才剛起步 疫情就毫不留情 席捲而來 我有一天比較大 所以它那邊九個人 那這一邊是四位加我五個 等於我應該不算 就十三位 中南部房租其實是不高 不過 當然它的那個 營業額也不會太大 對啊 它就 大概一個月 兩間店 大概五十出頭萬吧 就是人事成本加那個 租金 的部分 五月中大概就開始 有到 二十八號吧 二十八二十九又開始重新做 這就也是遙遙無疾喔 而且還是沒辦法 也不知道啦 疫情要先過 為了生計 還是得想辦法找出路 老闆賣起便當 稱營業額 員工也超級相挺 願意從領月薪變 領時薪 因為一開始 店裡等於是 完全是零收 當然基本的開銷很不在 然後 等於就是 請大家這些同事 一開始 從五月中開始到五月二十九號 就是採半薪 就是放假 可是這是半薪的方式 然後二十九號開始 開始就開始賣 賣那個外帶的便當 因為沒辦法內用 開始賣外帶的時候 就是採那種 PT的方式 HOT TIME 就是每個正職的還是一樣 你有做 你就要領多少 以你的本身 就要 就要算 一小時多少 有做就有錢 這樣 因為三軍仔 待遇一直都不錯 他總不能 欸好的時候 好的時候 欸 你就領 然後 欸不好的時候 然後你就 沒有那種 飲水師的那種概念 就至少少一半 少一半 對對對 就少一半 然後就 就大家相挺 你就 就省一點這樣而已 就是省一點嘛 就還好 因為我們是住九五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內用的客人 因為客人來也是要來吃 就是整個氣氛啊 整個環境 那所以一改成 只能外帶 那那個營業額 就會整個下降 非常的多 老闆坦言 業績僅剩下一成左右 對於員工願意 繼續跟隨 他表示會撐下去 我覺得就是 很感興 就跟他很感興 大家要保養 當然 你說就是 我們如果忘記的 其實說 當然就是獎金 多發一點 這個是一定要的 自己找一條路啦 路稍路 稍路走路就變大路了 看的是未來吧 疫情終於過了 積蓄還沒賠完嘛 賠完再來賠關一下 老闆抱著期待 繼續經營 員工一個也沒少 就是希望疫情過後 讓店內氣氛再度恢復生機 大家撐住 期待 再相聚的那一天 加油 地方中心 雲林報導